九樓這套是東南朝向 所以景觀是非常棒的海景 前陣子可以看到外海和內海的景觀 下面這套是非常小的沙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姊妹 今天來到碧玉園一旗 就是碧玉園鳳凰酒店隔壁 我找了兩套二手的水盆給大家 它是單家來的 因為今天是星期日 都是非常多車 我現在是車列 一開始就是想給大家 看看這個海雲天 樓下這個商業的情況 因為它是北貴園鳳凰酒店 隔壁的兩座 五後路和六後路 我們今天拍攝的 是六後路的位置 這裏是沙灘的 我們現在去海雲天這個位置 今天很多人 是星期日來的 我們今天拍片的時間是星期日來的 所以非常之多有客人去這裏玩的 因為那裏有個酒店 所以這裏海雲天這裏 都是出租 或者你自己住 或者是重租給人 都是可以的 這個位置 他食肆 還有他的交通都是非常之方便 因為我們剛才那個位置 進來那裏 後邊小小就是一旗的交通中心 我們海雲天走下來很近的 這裏都有些KTV M記 還有有威多多生活超市 沙燕小食 小食 這裏都是有的 那你玩的話 台球 燒烤 這裏都是有的 而且走回前排少少 那個天浩江那裏 都很多那個商業的 那個海鮮街市 什麼都是有的 都是非常之方便 做比我們之前看的其他的一個 一個融創 和合正那裏 真的方便很多這裏 因為他又近我們那個銀庫市場 和這裏樓下 直接自己走回來 三分鐘 兩分鐘 走過來就是沙灘 有些什麼 潮傘海鮮 那個大排檔 有小亭刀樁 還有一些 假日酒店 什麼都是有的 所以在這裏 非常之方便 那個美髮 剪頭髮都是有的 那我昨天呢 都是和一個客人 聊聊 這裏就是我們 為了這個消費的水平 都是非常之低的 因為香港那裏 剪頭髮單剪 都要去到65元 是吧 但我們這裏單剪的話 才10元 15元就可以剪得到 所以這裏 你生活的一個成本 都是非常之低的 這裏就非常之適合你 過來度假 因為這個交通方面 就是那個 跟橋巴士的 一旗交通中心 我們這裏走過去 10分鐘不到 走得到那裏 都是非常之方便的 唉 真的有點塞車 我過去 我們去看的那個 是前排 這一棟 這個位置 海雲天 等會我們再上去看 這兩套 它都是87個方 但是 為何它是單間來的呢 因為海雲天 這個位置 它是 一座有三個單元 它的走浪位 都是非常之大的 所以它是公攤的質素 質素都是有點大 87個方 它食用的質素 才有60個方 60個方 算下來 它都比我們 我們之前看的那個洋倉 和合正 它是 空間都是大 非常之多 所以 就算不坐城 一房一廳 空間都是很大的 你看 這裏可以看到 有些港式的燒熱 藥店 什麼都會有的 這個位置 現在這裏都是有的 很多人 而且平時你如果沒有開車 即是說這裏都有一些觀光的車 還斗的車 都可以給你租的 都可以給你租的 左左邊 因為非常之多人 很多遊客 都喜歡這裏玩 因為它很方便 等待我們從這裏入 先看這個 這個位置 前排 海雲天 那裏可以看到海雲天 這裏是小區的門口 嘩 真的很多人 出來有水 走 我們繼續走 繼續走過去 今天很多人 小心 這個門口有些風潮軌 你快地 都可以去到 你這裏 走下去 都可以 我們再過去看 這個商業街的情況 等一會 我剛才說錯 這個是業主的停車場 我們平時都是 駕駛車 在這裏入 剛才那個是 有效的停車場 這個位置 都是非常之多 多一個 燒烤店 和海鮮的飯店 另外就是你 下來 不需要一分鐘 就可以走到 這裏 右手邊 就是天后光 以及去到沙灘的位置 現在的時間 六點多 都很多 宵夜檔 都是開了 都是有的 都是有的 我們再左手邊 轉 這個是海鮮飯店 好 等一下 這個位置 真是平時很多人 很多食肆 這裏上去 都是很多 擺攤的 還有燒烤 還有奶茶 都是有的 那個位置 它是電動車的一個人行兜 那個電動車的刀 這個人 手吃飯 但是他沒有停車 這裏呢 碧固園這裏 就不像我們外海那裏 很多海鮮飯店 他就打算一兜過 它的價錢很高 但是這裏 它的價錢都是非常合理的 有客家餐廳 還有都是海鮮餐廳 這裏都是吃海鮮的 這個人停車 我們等一下他 這一陣子 哇 停滿了 好多人 六點鐘 到這麼多人 我們就看一下這個停車的情況 都是有點失很多人 好 我們等一下上去看看這兩套 歐陽的情況 等一下見 很多人開車不方便 Hello 我們現在先看一下九樓的這一套 九樓這一套 它是東南朝向的 所以它的景觀非常之正的海景 它前陣子可以看到外海和少少內海的一個景觀 它下面呢 這個它就算一個少少 非常之小的一個沙灘來的 平時在這裏玩水也是可以的 那這裏的景觀它就非常之正 很美的一個景觀 沒有遮擋 它在右手邊有少少擋 那裏現在都有一樣放風箏 都是這裏 然後我們之前拍的那個愛琴海 是那邊 就是三旗愛琴海 是那邊的 它看出來就要看這麼長的一個 這個 什麼 就是我們遊艇的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內灣的這個位置 這裏它可以看到外海的 我們現在都是平時這個時間 五點鐘左右 都可以下去滑水 或者滑滴螺 都是可以的 對面那個是我們的沙場碼頭來的 所以這前陣子都是沒有什麼污染 而且它的景觀全部都定了 後面都沒有遮擋的了 我們現在先看看這個屋苑 它的露台是非常之闊的 差不多這個露台都有 八個方、九個方都有 非常之大 這個露台是幾一半 算一半的這個面積來的 這個露台是87個方 海雲廳這裡是公寓的格局來的 所以它的公寓面積就是 就是小小大一點的露台 我們等一下可以看得到它的內露 那個大棠 就是外面的走廊位 都是可以看得到 為什麼它的公寓面積 為什麼這麼大 這個是87個方 差不多算下來 它是食用面積 差不多60個方 跟我們之前拍攝的那些融創 相比 這個空間真的大了非常之多 我們還是先出來這個門口看 你看看 門口這個位置 沒有燈 最近它也是這樣的 從走廊位走過爐推 上來到這個屋苑裡面 最近也是這樣 自己有一個入戶的小小的花園 這裡可以放一些東西 或者種植物 一些花都可以 但最近也可以看到它的走廊位 非常之大 所以海雲廳這個位置 它的公寓面積都是大了很多 我們今次過來 都可以看到 這個大堂保養得非常之好 都是很新鮮 這裡都差不多十幾年了 交了房都是十幾年了 但是它的地板 看起來都是非常之寬的 它在下面 這個我們是九層八樓 這個位置 這個大堂就是 給你做一個觀光 或者平時在這裡 和朋友聊天 或者你想可以放上馬灶台 都可以 這個位置 它外面的空間都是非常之大的 我們都是由來這裡看 如果這樣 外面放的鞋櫃都不太好 不太漂亮 所以這個業主 它自己做一個小小的衣櫃 放鞋、放衣服也都可以 這裡是非常之長的 一個廚房的位置 它是用電的業主刀 這個業主刀自己沒有什麼 但是它是托管比酒店 平時出租 托管比酒店 這裡的一個日租 大概就是200元左右 就是平時 星期一到星期四 它是200元左右 如果是星期六日 就貴一點點 都是可以托管的 這裡它的廁所做到非常之大 兩邊完全分開 關心分離 用馬桶 這個是洗澡間 兩邊分得非常之大 它有一個洗手套 Pakering這裡 同樣的鞋盤都是非常之小的 可以幫助它 自己做大的鞋盤 這裡就是房間的格局 它是非常之長的 像我們之前拍攝的那些單間 五十個房 四十幾個房 或者六十幾個房 它的內廊 空間都沒有那麼大 這裡它放了一張 尾巴的廠 也是非常之寬的空間 給你放這個沙發 還有電視櫃 空間都是非常之高 或者你想的話 可以這裡 夾個玻璃 然後這裡可以做個大一點的 一房一廳 這個空間都是夠的 八十七個房 它現在 業主出分的價錢 是三十三萬 算下來 它的單價都是去到 三千七百九三 這個單價 這個價單 算下來 它就非常之大 雖然它的公餐面積 就大了 一點 百分之七十 這樣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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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其他我們之前拍攝的公寓 都是小了 十個 百分之 的一個 一個 公餐率 但是算下來 它的單價都是非常之便宜 而且這個位置 它就 不單單可以看到海景 它現在這個位置 海雲天 它自己的商圈是非常之成熟的 像我們之前也看到 麥東樓 有些KTV 商業 都是非常之近的 而且我們這個位置 離我們一旗交通中心 過去大概十分鐘左右 走路過去十分鐘左右 可以走得到 所以這一片 它就是 交通 這個商業都是非常之方便的 好了 我們這條 看到現在 就等著去看第二間 我們現在是上來第二套這個位置 它是二十四樓的 這裡它的樓層就高很多 但是它的 朝向是朝東的 就是它看這個 愛琴海 海月灣 和螢海 三旗這個位置 就看到多一點的內灣 這個景觀 它外面外海 這個景觀 就少了很多 這裡它就是層高 非常之高 我們現在先看那套 是中間那套 中間那套 然後九層高的位置 它的樓層就沒有那麼高 這裡可以看到 以前買了一個 天后宮 這個廟 天后宮 後面上去那裏 是有非常之多的燒烤店 和海鮮街 那裏都是有的 同樣 這裏後邊 都非常之多 商業都是這裏 所以你生活這個 不用擔心 走過去吃東西 或者去街市 大概幾分鐘可以到 我們這裏走過去 一期交通中心 大概十分鐘可以走到 這個交通情況 這個景觀 它就比我們之前那套 九層那個 稍微差一點點 它都是看多一點的內彎 那邊 我們都想玩一些交層 但是現在都是更新的 好奇如果玩一些其他交層 我們都會上片 我們先看一下這套 這套 它是位於這個 四單元這個位置 它的露台 比我們之前那個 小分很多 但是這套 它是裝修的情況 就好很多 剛才我們沒有說到 九層那套 它就是裝修 需要你自己帶收的 天花和那個場面 都是需要自己去帶收 但是這套它裝修都是非常新正的 全都是自己煮 保養 都是可以的 這個格局 跟我們剛才那套 都是一樣的 都是數一下 這裡的桌子和衣櫃 都是看起來 都是非常新正 但是再弄我衣櫃就可以了 小一點的一個雪櫃 它電視機都放了 但是它的床是外面 這個是桌子裡面 打算一起來就可以看得到外景 都可以自己轉 一放一聽 單間也是可以的 這裡就是一個廚房的位 跟我們剛才的格局一樣 這裡可以放一個 洗衣機 在這裡不用放 放到我們的露台 因為它電 這個去水的 這個口都是有的 都是做好的 它這個業主自己 都是沒有什麼住骨 這個粗餓應該都是非常新正的 它裡面的這個格局 都是一樣 是兩邊分得非常開的 這個分色分離的衛生間 中間的空位非常大 或者你不想要那麼闊的 這個衛生間 都是可以把衣櫃 從前自己做過也是可以的 外面跟我們剛才那套 都是一樣 它一入門就是一個 上樓梯的這個階梯 這個就是非常好的一個寓意 步步高升的一個寓意 那裡是 這個業主它都是長住的 它利用它外面的 這個空間放了很多東西 但是這個位置 因為它是你自己這個屋苑的門面 所以都是種植物 或者放一些好的裝飾 看起來都是非常之舒服的 那這一套它是因為高層 這個位置 可以做一個鞋櫃 空間都是夠的 都是非常之大的 那這套它是高層來的 所以它這套的價錢 去到三十六萬 但是景觀來說 就比我們剛才那個 都未說差很多 都是差一點點 它的露台就小一點點 但是你買了這套 都需要自己大收拾一下它 才可以住 那裡就有些地板 還有地板有些空骨 因為它是裝修木地板 都是需要自己重新去收拾一下 那這兩套對比呢 其實景觀都是那一套 靚翻一點點 東南偉的 這個是朝東的 都不知道我們觀眾朋友 喜歡哪一套 那它的價錢都是差不多 算下來三十六萬 算上它的成績 都是差得不太多的 雖然我們剛才拍的那套 九層它是東南偉的景觀 好很多 但是你需要收拾的東西 都是非常之多的 都需要自己大收拾一下它 但是這套 如果非常之適合我們 就是不想去大收拾的 就是一個朋友買這套 因為它的樓層高了十幾樓 這個價錢算下來 拿了三萬元都是非常之合理的 我們再說回這兩套 這套它的樓桌小一點 那套就大一點 反正我覺得都差不多 因為這套樓桌平時打壓 還有什麼空間都是非常之高大的 幾個朋友過來都是可以的 那這裡呢 那這裡呢 它就說回它的密業費 兩個樓 而且它停車的話 就是一百八十元一個月 就是比你停有三千多個停車位 所以這個不用擔心 那我們再看看這個沙灘這個位置 它這座樓剛剛好 就是朝東南圍的 所以前排這裡的沙灘剛剛好 被它擋住 那現在這個時間五點幾 下去玩水 這裡就不會說 小得你變成那個黑人一樣 所以這裡環水都是非常之舒服的 還有出海 這裡都是非常之多船 在這裡讓你玩的 平時帶小朋友過來 那這裡都是很好的一個去處理 還有滑螺這個位置 那個沙灘那裡都是滑的 那個位置 然後它玩 都是總結回這個屋圓的一個情況 它是一共有兩棟的 那這裡是維爾六號樓這個位置 它就是三個單軟 我們現在這一套是四單軟 剛才拍的那套是六單軟 那這個呢 它就有很多人 它相差四單軟 五單軟、六單軟 都是全部零在一起的 所以它的戶數都是多了很多 而且它的走廊位 都是坐得非常之大 所以這幾座 這兩棟它全部屋圓都是公灘的 積數大了一點 那如果你算下來它是價單的話 其實跟我們現在賣的 融蟲和合證 還有這邊外琴海的 差不多有80%的實用率的房 價單是差不多的 所以這裏都是非常之不錯的選擇 我們都不會說可以 就是不會介意它的一個公灘的一個職數 因為價單就是差不多算下來 那這個位置呢 它同樣就是位置 交通 還有它的街市很近 商業街 這裏都是非常之多的樓下 就不會說我們之前看的融蟲那些觀眾朋友 就說那個位置交通不方便 那這裏就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那個驚訝巴士就是 一天有二十幾趟車 去到我們這個碧玉園這裏 去到我們聯同口岸 都是非常之方便的 那我們都看得差不多了 這兩條片都 不知道我們觀眾朋友 喜歡這兩條哪一條呢 那我們這期視頻就分享到這裏了 拜拜